一併上來協助外交部的代表 这几天我看我们相关的媒体还有官员在发言的时候 把重要的基本概念全部混淆 乱七八糟的东西敢在媒体上面随便乱讲 误导国人对于这件事情严重性的认识 我现在先请教外交部 这次的事件当中我国的国民 被中国从肯雅到中国是属于下面这四种哪一类的行为 是引渡 迁返 刑事管辖权的移转 还是非法绑架 外交部 在外交部立场我们是认为是非法的抢人 立委会 我们觉得像刚刚也提过今天早上 没有啦 那个主委有的法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法律问题 那22个人是depotation 就是有关是遣返 这22个人是遣返 是 因为他不受欢迎 所以把他们送走 OK 好 这个是你现在给的法律答案吧 所以我今天早上听到这个刚刚 那个立委会法政处的处长有到吗 你才觉得是不是相同的法律见解 22个是驱逐出境 他不是欢迎 对 那我现在不是只有离开肯雅 还有从肯雅到中国这一段啊 肯雅跟中国大陆这一段啊 那因为他们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引渡的一个关系 我们并不清楚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中国跟肯雅有 是不是有引渡的条约 没有吧 没有啊 所以你现在从立委会的角度 认为这是depotation就对了 是啊 那他们是用depotation的方式 在把这些人送走的 那从容带到中国呢 是不是非法绑架 我想不会用这样的字眼 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 我现在用的都是非常严格的法律字眼 我现在在讨论的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 我现在不跟你们讲政治上的问题 前面的委员已经讲太多了 因为这几篇相关媒体的报导 我看得快要受误不了了 是depotation 从肯雅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好 我一样问路而会的 那个法证处的处长上来 按照可以来的法律 如果是depotation的话 中国有权利把人带到中国去吗 还是这个法律问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研究 你们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到现在几天啊 这基本的法律概念都分不清楚 法务部的 ABCD你觉得是哪一个 他们是用了一个depotation 如果是用depotation的话 中国评审把人带到中国去 因为在实物的操作上 你不要跟我讲实物嘛 现在就按照肯雅的法律嘛 因为你 depot的地方是肯雅嘛 按照肯雅的法律 如果是depotation的话 中国凭什么把人带到中国去 因为我了解 就是说这些人进入肯雅之前 是从中国大陆进入肯雅 所以他就把他遣回他的前一站 出发地 这符合肯雅的法律吗 还是还没有研究 没有你只要问我说 你刚刚讲的是符合肯雅的法律 还是你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研究就好了吗 有这么困难吗 没有没有 我现在请教的是法务部的 那个主委啊 我不会为难你啊 因为我知道你未必对法律而这么熟 在法务部处理这件事情的 你应该很清楚 因为现在根据肯雅方面 他对外说明这件事 有是这样子说明的 所以肯雅讲的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嘛 我们今天在面对肯雅的时候 肯雅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们的行政部门 这么多法律人才 调查起来有这么难吗 我 我昨天上网 我去看肯雅的法律 有关于depotation的法律 引渡的法律 我马上就看完啊 你们连对方的法律都搞不清楚 那你们是要去跟人家谈判什么啊 事情还没有结束 来法律部了 有一个媒体说 法律部的高层讲什么 我念给你听 法律部高层指出 肯雅当局逮到人先在当地审判 判决无罪 再把人交给大陆审理 八人在大陆诈骗的犯罪 其实是符合国际管辖原则 这个高层是谁 因为这个记者的报道 他并没有指出来 所以我不想让他实际是 这个实际是 法律部的立场 我想说明的是 就是说在处理这件事啊 我们是照顾国民没有错 我们也是维护国人的人权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 追溯犯罪打击犯罪 没有啦 追溯犯罪打击犯罪 这我知道 因为我跟你都是法律人啊 所以我现在假望会非常的精确 我不会用政治的语言跟你讲 市长你不用担心啊 我只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法务部的高层 知不知道是谁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代不代表法务部的立场 代不代表法务部的立场 这可能要看那个 就是说记者访问 因为他 没有嘛 我刚刚念出来的这段文字嘛 可不可以啊 当局逮到人先在 在当地审判无罪 后来交给大陆审判八人 在大陆的犯罪符合国际管辖原则 这是不是法务部的立场 因为现在我们 是我们的国人 我们是有管辖权 现在是大陆 他也主张有管辖权 我现在跟你讲是没有啦 我现在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说 这个是不是法务部的立场你都不敢讲 我现在先处理两个事情啦 任何的刑事犯罪管辖权是一个问题 至于说被告的人生如何到有管辖权的法院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主张管辖权 中国要主张管辖权 其他被害人所在帝国要主张管辖权 管辖权要如何分配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国际公约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犯罪案件的管辖权 跟一个享有人生自由的人 他的人生可不可以从AD到BD 从BD到CD 这个跟案件的管辖权 根本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啊 法务你们自己在2011年 发生了菲律宾的事件以后 委托学者所做的研究报告 厚厚的一本 我昨天全部看完了 杨厚厚做的 花了这么多钱 做了这样子的委托报告出来 到今天还会是是而非的观念 在呼啰人民哦 在帮中国讲话哦 法务部的这个高层 我现在哦 我给你时间 今天你是司长我不为难你 罗英雪要出来讲清楚 这是不是法务部的立场 第二个 如果不是法务部的立场 法务部哪一个人胆子这么大 用化名的方式 在媒体上面乱犯化 散播错误的法律概念 我今天在这边说 他散播错误的法律概念 我一定负责 法务部有谁不服气的 明天还有一个委员会 罗英雪会来陪他 到委员会去 我们委员会上面见 下一个问题 我请教一下那个陆委会的主委 下主委我知道 你在一个很困难的位置上 我真的了解 在菲律宾事件过了以后 你们是不是跟中国那边 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 说双方会各自 盗回原来的人员 这是在民国100年 就是2011年7月份的时候 对我知道 下一个事情 你们过去这几年 是不是都按照这个原则 再遵循 过去年以我了解到 包括我个人在印尼的时候 都是这样处理的 OK啊 那个今天陆委会 所有有到场的官员 如果下面问的问题 主委有不清楚的 都可以上来帮忙 外交部的也是一样 我要问一下主委 在过去 在肯雅事件发生以前 刚刚警政署的 应该刑事警察局有一个说 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在处理吗 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在肯雅事件发生以前 有没有 發生过 陆委会 跟我们外交部外管的人员 在第三国 急著把我们的国人送回来 而法务部 却同意 竟然通知中国的公安说 欸 人现在马上要被送走了 你们赶快来抓人 把他抓到中国去 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 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 我提醒主委喔 现在立法院在这里面 虽然 我们的国会调查权不张 说谎没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 主委你是一个非常重视亲喻的人 相关的公务人员 如果说谎的话 接下来责任我们一定追究 主委对我刚刚所问的那个问题 您不知道 可以说不知道 但是如果知道 请你句实回答 我在整个事情 呃 并不是非常清楚 不过在人回来之前 呃 我们是完全争取这个人要回来 没有啦 你们去接人的时候 外交部去接人的时候 法律部有没有在后面做这个小动作 去接人的人一定知道嘛 现在也是先保护所有相关的当事人 我都不点名是哪一个事情 我也不点名是哪些人 但是这个原则很重要 为什么有说原则很重要 这几片事情的发展啊 让我们看的是 我们的陆委会敢说 我们应该要去中国 赶快把人接回来 我们法务部今天书面 提了三点的要求 来 请法务部的代表 本部对陆方提出三项诉求 里面为什么没有要把人带回来 这个是我们过去几天的处理的方式 我们提出对陆方提出的诉求 那现在是要进入派员组团 过去协商的阶段 所以法务部的立场 是不是要把人带回来 这个从打击犯罪合作打击 我们不能忽视犯罪这个因素 所以你们的立场就是 没有要把人带回来嘛 回归市里的本质 就有没有啦 刚刚就市里的本质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我们明天继续委员会见了 还有续集啊 现在你只要简单回答我的问题 把人带回来 现在并不是法务部的要求 对不对 不是我们 不是法务部的要求嘛 是法务部的要求 是法务部的要求 所以你们现在也赞成 应该要去中国 把人带回来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协商的议题诉求之一 对 之一嘛 之一包括说 站在法务部的立场 主张是应该要把人带回来 对不对 我们会这样子主张 OK好 没有啦 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要去中国 我只要确保 我们国家派出去的队伍 没有两种声音啦 有人是骑着要把人带回来 有人是在背后扯后腿 所以你们留在那边审判就好了 带回来干嘛 我刚所提的那个问题 主席不好意思 再30秒就好 外交部 我刚所提的那个问题 有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例子 你们骑着要把人带回来台湾 结果有法务部的去通知中国的人说 人在这里 你们赶快来把人带走 有没有这样子的势力 不知道说不知道 有就说有 我个人对这个案子没有了解 现在到目前为止 所有今天出席本委员会 所有的事务官 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好法务部的代表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我想这个个案 我讲的不是肯雅 在肯雅之前 对 那这个个案 应该是法务部陆委会 跟外交部 都有联系 都有联系 而且都表达了一个意见 共同怎么处理这件事 那也有寻行政程序 往上报 因为这是跨部会的 有往上报 所以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单一一件事 那最后 没有 是不是单一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经过 真相会浮出来 现在我只问你说 就你所知 我刚刚所说的这种事情 有没有发生过 是哪一部分 我们的路友会跟外交部 要去外面接人 结果法务部有去通知 中国的公安 所以人在这里 你们赶快来 把他带到中国去 那个 我给你两分钟 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是法务部表达 就是说 这个人在 台湾没有一个 犯罪的连结因素 是不适合 不适合接回来的 所以你们曾经 跟中国的公安讲过 不适合接回来台湾 曾经讲过这种立场 陆委会跟外交部 是急着去救人 你们是急着去通知 中国的公安 把人带到中国 这是我们的法务部吗 不是这个程序不是这样 因为刚才说过 这个是 跨相关部会之间的 一个业务 所以你们 表达这样子的 意见的时候 陆委会跟外交部 都知不知道 你们说 台湾这边 没有联系因素嘛 所以人不适合 送回来台湾 这是你刚刚说的嘛 这个意见 陆委会跟外交部 都知道 而且这个决定 是有往上报 因为这绝对 不是法务部 你说往上报 报到什么层级 至少行政院那边 然后也有 行政院最后 所做决定的人 现在在场 包括夏主委 刚刚入委会 刚刚法务部的 已经证实 我刚刚讲那件事情 是真的 他说我往上报 请问报到什么层级 以我的了解 这个案子 我想委员讲的是 菲律宾的一个案子 这个以我了解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这个人证据回来 没有 但是法务部 跟你的目标 完全不一样啊 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我本人真的是不知道 可不可以哦 我今天拜托那个 陈其迈 陈主委 不好意思哦 陈其迈 陈招委 因为我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 某个程度上 我只是劣席的啦 我真的借勤哦 那个 那这个委员会的招委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啊 我们国家的政府 有人是急着救人 有人是急着打电话 叫中国的公安来绑人 这什么政府啊 开什么玩笑啊 刚刚 法务部委员已经承认 有往上报是行政院的陈其 报到谁那边 谁最后做了什么决定 这件事情一定要水落石出 开什么玩笑 要不然以后 我如果跑去非洲 结果中国跟非洲的国家讲说 这个人他违反分裂国家法 他善后国家分裂罪 然后我从非洲被遣送到中国去接受审判 然后我们的法务部说 对我那个犯罪的联系因素 你可能还要送到中国去才对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没有关系啦 这个事情我会继续追下去哦 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去中国 这个政府出去的代表团队 只有一个声音 就是把人带回来 我不希望法务部委任何的官员 胆子这么大 在媒体上犯话 说 带去中国是符合国际案件管辖原则 你们今天回去清查 哪一个官员 敢问这句话负责 明天 明天 有六万个委员会 有针对这件事情排庄案报告 我们委员会见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 司法是排什么报告 好像排罗尹雪去 今天罗尹雪两个委员会都散了 这个 因为刚刚这个问题 包括之前 本院委员同仁在讲到说 法务部的 2月16号 的 有关司法管辖的 这个相关的事与的一个会议里面 这个法务部的 这个等一下我可以提供给各位 这个法务部的一个立场 就是刚刚黄国昌委员在讲的 就是你们当时会议记录所表达的立场 那这个恐怕也不是说只有个案 这变成是一个通案 所以 我们又为什么一直担心说 这个这件案件 是不是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 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所以本席决议 这个明天 假如说主委没有去中国 去接人 我还接人 明天我们继续查 继续再排专案报告再过来 然后 刚刚讲的那个个案 把所有的相关往来的公文 全部明天都提供给委员会 到底是行政院谁决定的 那中间参与的 因为刚刚 法务部把这些相关的事项 一下推给其他人都有参与 那有参与的人全部都讲清楚 开什么玩笑 明天再继续拍专案报告 明天政治现金丸就不省了 就把案件最清楚 好 好 休息三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休息完继续开会 好 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还要结束 还没结束 生日子 好 咱们 好 咱们 好 好 好 小 我肯定